李鸿庆宣布最终决定 周琪重返CBA再生变 扬名最终鸭哨如愿以偿 大家好我是胖周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胖周聊球 今天胖周跟各球兵 咱们一起来聊一下CBA 聊一下辽宁南兰以及周琪 我们知道在近期 广大的CBA球迷也是高度关注周琪事件 那么在周琪已经确定无缘CBA注册之后 大家也都知道 目前我们的联赛本土的球员转会窗口期 已经正式的告一段落了 也就意味着周琪首先目前来看 他100%将会缺席CBA常规赛前半段的比赛 那么理论上来讲 在CBA的窗口期 后期的窗口期打开之后 如果联赛中期一旦打开 周琪能够跟新疆队 或者说未来他想加盟的那支球队 达成一致协议的话 那么他是有机会去完成 窗口期内的补报注册的 也就是说常规赛后半段 他是完全有机会去补报注册 去参加剩余的CBA比赛的 所以说对于周琪来说 本赛季的CBA联赛 他依旧有望参加 那么究竟能否达成协议 能否跟新疆队和平解约 能否又在未来 加盟到一支新的球队呢 这还需要看未来一段时间 周琪的努力了 那么同样我们也知道 周琪今年夏天 在结束了与新疆队合同之后 新疆队握有着 他的独家优先序约权 但是周琪想要离开 你不能硬走 你需要让想买你的这家俱乐部 拿出足够大的诚意 去打动新疆队放人才可以 但是同样我们也知道 周琪想要走 他想要走的话 第一首选的加盟的球队 是哪家俱乐部 毫无疑问 大家心中都有一个答案 那就是辽宁队 对吧 那么很显然 辽宁队也是一直渴望 得到周琪的 在上个赛季 我们知道 CBA的全明星赛期间 北方先发呜呼里边 四个人来自于辽宁 一个就是周琪 那么这四个辽宁队的球员 还给周琪送上了一件 辽宁队的战袍 这个画面让我们忌犹新 周琪将辽宁队的战袍 拿在手里 也是爱不释手 这就足以看出 周琪渴望回归辽宁队的心 那么同样我们也知道 其实前段时间 一直传出一个消息来 那就是辽宁队 非常有可能给周琪 留下最后一个顶心 而不给赵纪伟顶心 是吧 让赵纪伟C类合同续签 但是呢 就在31号这一天 最终 是吧 我们看到李鸿庆 也是宣布了一个 最终的一个决定 完成了跟赵纪伟的 虚约谈判 完成了一个压少签约 是用D类的顶心合同 签下了赵纪伟 这也就意味着 赵纪伟用下了辽宁队 最后一个顶心 那么辽宁队 目前 郭爱伦 赵纪伟 韩德军 三个人占了三个顶心 意味着辽宁队 没有顶心可以用了 也就意味着 正式的关上了 周琪想要加盟 辽宁队的这个大门了 就把这个门关上了 意味着辽宁队 没有可能再给周琪 再开一个顶心了 对吧 新疆队的顶心 你都不去 你怎么可能接受 辽宁队未来 给你开的一个 C类合同呢 你更不可能来了 对吧 眼下对于周琪来说 眼下他想要重返CV 加盟辽宁队这件事 已经在生变 发生了一定的 转机和翻盘 那么也就意味着 未来辽宁队 不可能欠下周琪 而周琪想要重返CV的话 只能从其他的球队中 再找一些答案 那么同样 我们知道这一次 李宏庆能够最终狠下心来 能够用D类的顶心合同 续约赵纪伟 也算是让杨明如愿以偿 因为我们知道 赵纪伟在杨明 当场主教练之后 在杨明直交的 除子赛季里 成为了球队绝对的大腿 对不对 他的表现 堪称无懈可击 实现了个人职业生涯的 一个很华丽的 转身和蜕变 并且成为了 国家队的主力后卫 而且赵纪伟 无论常规赛 几乎赛的表现 都是表现得非常的完美 关键时刻 力挽狂澜 就球队于水火之中 赵纪伟的表现 完全配得上一个顶心 他也成为了杨明 在球队内 最信任的一个球员 那么最终呢 能够让李宏庆 用D类顶心 续约赵纪伟 就足以看出 这个时候 无论是杨明 李宏庆 还是联农俱乐部 都给了赵纪伟 最大的尊重 而赵纪伟 也是配得上 这份顶心合同的 那么最终成功的 许约赵纪伟 也算是让杨明 如愿以偿 虽然说 签下了赵纪伟 意味着你不可能 再签下周期 但是起码 我们都知道 一个道理 就是鱼与熊掌 不可兼得 在二选一的情况之下 在周期充满着 特别大的变数的情况之下 我能够先把赵纪伟 留下 是一个明智之举 我们也期待着 这支辽宁队 在新赛季 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更期待着赵纪伟 在新赛季 不辜负 辽宁队的总经理 李鸿庆 主教练杨明 以及广大的球迷 对于你的期望 很期待着周期的这件闹剧 能够尽快的 画上一个句号 早日的 找到一家 新颖的俱乐部 能够重新返回CV 去打上球吧 好了 那么本期的胖州聊球 再先聊到这 喜欢胖州的 别忘了点关注 胖州的听听 聊段球